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撒起码的做法 两个鸡蛋加一个蛋黄的重量是115克 把它搅散 把蛋液乘1.4倍 面粉是160克 1.25毫升的小勺 一勺半苏打粉 再加一勺半的泡打粉 半勺盐大约一颗 搅拌均匀 酱蛋液一点一点倒入面粉中 一边倒一边搅拌 面团揉好了 揉好了把它醒一会儿 饧面前碗底倒一点油 盖上保鲜膜 饧面半个小时 饧面的时候把两勺芝麻大约30克 这芝麻刚洗的 有点水分 小火慢慢炒 把它炒好 炒到微黄色 开始有爆芝麻的声音就好了 不能炒时间长 再长就糊了 就这样 90克白糖 面醒好了 开始揉面 揉面需要时间 用货面机揉面也行 但是这个面团太小了 用货面机不值得了 就用手揉吧 这一步不能少 一定要好好的揉 把这个面团揉成非常的光滑 撒一点玉米淀粉 再把这个面团揉成包片 刚好时候的厚度大概是两毫米 可以切了 划成四条 不是切 这一划就行 好 把一点玉米淀粉 再把它挪起来 宽度 三毫米 然后把它兜散 都切好了以后把它兜散 好 分成四份 现在就去烧油 油温在一百七十度 一百八十度时候炸 现在试一下 放一根 迅速飘起来了 这个温度可以了 这油温比较高 放的时候要小心 别烫了 这样放 不需要时间长 这样 烧起来 颜色稍微变就可以捞出来了 稍稍一变就捞出来了 炸好第一锅 炸好第一锅就炸第二锅 一锅大约需要二十秒钟左右 一共炸了四锅 炸到微微变色把它捞出 炸好以后放入这大盆里 它非常的松软 五十毫升水 五十毫升水 放入称好的白糖 开小火不要动它 这种麦芽糖很粘稠 有时候你不好称它的重量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把它现在称一下它 把它清个零 然后用勺子 这一般来说转的一勺子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一勺是正好是75颗 现在可以看见麦芽糖化了 有点开了 它开的时候可以动了 现在 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动它 当它在微微开起来的时候 再动 刚开始熬的时候像水一样 很稀 全程开的小火 不要用大火 大火就糊了焦了 试一下好没好 把勺子拎出来 它再滴再拉丝 看见勺子上边 它拉成丝了 然后手试一下 现在不热 不是很热 好了 把糖尖倒入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好以后 这底下已经撒上了椰蓉 这是8寸的烤盘 盘底撒一些椰蓉 我做的量正好是一盘的 不多不少 撒上之前炒的芝麻 你这样擀一擀 更平一点 擀平以后等它冷却 可以用小盘子帮忙 因为盘底之前撒了椰蓉 很容易脱模 横切三刀 速切两刀 这样每一块都是长方形的 和买的一样 刹鸡麻是传统的特色糕点 松软香甜 色泽金黄 切好以后 把每一块都用保鲜膜包起来 吃的时候就方便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若您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就不会错过下一个视频了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